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辅佐官第九章的故事 在上集中讲到 宋议员问太郡最高委情况如何 太郡回答说最高委员们之中有几个人最后变心了 自己也无可奈何 宋议员让太郡去威胁那些人 宋议员认为赵议员拿到总选弓箭权之后 太郡的中央递检也可能不保 太郡让宋议员暂时保留检察厅的人事权 宋议员却要一路推下去 要抓紧掌握检察厅的人事权 另外,宋议员知道了 善英在推进李承民留下的环保法案 他让太郡处理掉此事 还明言这些脏事是太郡胸口能带上脏的肥料 再来回到本集 善英的家里不光能被弄坏了 文件也被翻得满地都是 会员告诉太郡催检察官的资料 说他很特殊 是个有能力又执着的人 国内大企业的案件都是他调查的 他强调原子 不接受任何外压 检察厅内部对他的信任度非常高 医院也对此人调查没有意见 宋议员和李议员一起吃饭 他让李议员管好自己的嘴巴 还告知他太郡的事情已由崔检察官负责处理 李议员让宋议员安排跟崔检察官的会面 还说善英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以后他不敢再胡说了 警方调查了善英住所的电梯录像 发现了两名可疑人员 还戴着面罩和手套 很难查到证据 他只能等警方进一步追查的结果 李助理赶了过来 善英告诉他这时李议员警告自己 李助理叫了道经过来 想送善英到酒店去住 善英拒绝了 他认为搬到酒店去住 就会让李议员认为自己怕了他 三人一起开始整理被翻乱的文件 宋议员要吴秘书调查 泰俊在警方的熟人 他判断那人不是刑警 而是上层的人 宋议员的司机有了经济上的麻烦 泰俊约了警方人员郑汉叔 问他对李议员的查抄令下达了没有 对方回答因为检察厅一直在此事上施压 而且证据不足 所以很难弄到查抄令 泰俊告诉他暂时不要联系 因为宋议员肯定会开始调查 和自己有联系的警方人员 郑汉叔要泰俊多关心自己的安危 不要为他着急 深夜 泰俊看着崔检察官的人事档案 崔检察官已经当上了首尔中央地检的检察官 他不办就任仪式 只是和相关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 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只会集中于查案 开始恢复检察厅在人民心中的信任 宋议员看着电视新闻 心情愉悦 泰俊和李永培刑警见面 他认为自己连累了李永培 李永培让他不要担心自己 不管参加多少次调查 自己总是一样的答案 会员和李助理一起上了电梯 会员看出李助理很疲惫 李助理觉得泰俊没有准备好 就要去对付宋议员 让善英这边遭受损失 而且他并不信任泰俊 觉得他隐瞒了很多机密的事情 他为善英抱不平 但会员说泰俊为了扳倒宋议员 承担了很多的风险 善英在办公室告诉李助理 今天要发布劳动环境法案 会员告诉泰俊催检察官 要去找李成民选举团队里的人 做参考人调查 泰俊认为成员们不知道此事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会员提到管理选举资金的会计职员 如果做出对泰俊不利的虚假证词 情况可能不利 那个会计叫李美政 但当检察厅开始调查李成民议员后 泰俊就联系不上他了 所以当时的参考人调查里没有他 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会员提出让自己去找他 泰俊同意了 给了会员资料说李美政的父母再三致 会员告诉泰俊说 善英那边出了问题 是李议员做的 泰俊不禁紧紧握住了拳头 而此时 有人报告安秘书官到了 泰俊必须去城珍市一趟 城珍市开发四驱出事了 泰俊安排好了工作就赶往城珍市 新闻里播放着城珍市居民和拆迁队 发生了激烈冲突 有部分居民甚至骨折了 而宋议员由吴秘书给自己做着保健 他开心地看着关于城珍市的新闻 宋议员提起善英提法案的事情 吴秘书让他无需担心 自己已经跟安贤敏工作室打好招呼了 宋议员对吴秘书最近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与此同时 宋议员给崔检察官施压 让对泰俊的调查再用力一点 但是 崔检察官不吃这一套 他只求一个合理合法 公平公正 但是他当然不会这么放弃 案子私下派人跟紧调查泰俊爸爸 泰俊因为升官 自己的爸爸也沾光 于是好多人给泰俊爸爸塞钱办事 宋议员抓住这一点 找到了对付泰俊的办法 不久 泰俊爸爸的新闻曝光后 记者们疯怒而至 李助理向驾驶员汇报了朱进化学案的进度 泰俊办公室接到的电话不断 泰俊打给爸爸 但电话不通 他拨通了姑姑的电话 问爸爸在哪里 还安慰他们说没事 自己很快就会回去 会员过来 告诉泰俊说 中央地检会查抄他爸爸的家 善英猜测泰俊家的事情是李议员所为 李助理认为 此时跟泰俊也有关 因为泰俊是高西万死亡事件的受益人之一 李助理问善英是否会跟泰俊一起 善英决定等泰俊的表现再说 泰俊正从记者的包围中出来 会员认为是宋议员出手了 泰俊认为的确如此 程真氏的情况已被安秘书稳定下来 他要召回安秘书和郑秘书 准备要发到检察厅的申电资料 会员担心检察厅查出他违反选举法的事情 让他暂缓诸进化学调查 但泰俊坚持还要继续调查 善英觉得自己这边也要展开行动了 泰俊回到家 发现爸爸在喝酒 爸爸辩解说检察厅的电话不停打进来 所以不接电话 而自己没有收钱 爸爸说里长和村里的几个人 曾在儿子当选一员后求 自己办几件小事 自己就帮人家了 但自己没有收钱 泰俊说检察厅会查抄这里 爸爸还说自己理直气壮 此时检察厅的人过来了 泰俊的爸爸被带到检察厅 崔检察官问手下举报人是谁 手下回答是原职 原职还确认了给张春培送钱的人的证词 崔检察官想找原职做参考人 但得知原职不在国内 只有先拿资料分析 会员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咨询 负责报道张春培事件的新闻记者 下班时遇到道金 道金和他一起喝咖啡 问他泰俊会不会有事 会员觉得应该不会 还告诉泰俊不是道金看到的那样 道金不明白泰俊到底是怎样的 泰俊促成了西北市场的拆迁 但又向宋议员宣战 会员解释说一个人要有力量才能去战斗 泰俊不过是找到力量而已 但他也为西北市场的事情而痛苦 他觉得道金应该相信泰俊 让他减少罪恶感 如果要知道泰俊的真心 要去现在的西北临时市场看看 看来会员还是一心支持和相信我们泰俊的 赵一元的属下问他泰俊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失去一元职位 赵一元觉得不会那么容易 手下还汇报了善英这边对诸进化学的调查进度 赵一元分析宋议员现在会很忙碌 此时善英打电话过来 但赵一元没有接 宋议员和李一元一起吃饭 李一元问泰俊是否此时应该被捕 宋议员觉得泰俊已经落网 不用那么着急 但李一元担心泰俊和善英合作调查诸进化学案会对自己不利 程董事长也很担心 宋议员答应对催检察官施压 道经来到西北临时市场 发现此地热闹得很 百餐的奶奶还告诉道经他们现在都很好 这边 泰俊和善英会面 善英说听说了他爸爸的事 为他担心 泰俊说会向检察厅提交生电材料 善英让他此时多关注他自己的麻烦 诸进化学的事情由善英这边处理 泰俊却觉得朱进化学的事情不能再拖 他要让国会动起来 他让善英联系在野党那边的议员 动摇舆论 泰俊觉得自己抛弃了一切才走到现在的位置 不能因为此次事件倒下 泰俊回到办公室 上面贴着他要对付的人的照片和简介 他拿着催检察官的照片犹豫着并没有贴上去 第二天 会员吩咐手下丁锦记者报道 并将朱进化学案的民怨调查资料交给泰俊 泰俊一边打开电视 一边吩咐联系陈珍是环境政策科长 问民怨处理如何 会员告诉他张春培已经做完参考人调查 但检察厅要把张春培作为嫌疑人来拘留 电视里播放了宋议员走访了中央地检 在催检察官上任后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 商讨设立中央地检高位公职者专门调查处之事 会员知道如果继续下去 他们会申请议员做调查参考人 泰俊则敏锐查觉到如果宋议员得到朱进化学案的资料 一切都会受阻 泰俊决定要和善英一起发起国政调查 与他共享资料 他还会原让把梁忠烈叫来 宋议员问崔检察官调查泰俊的事情如何 崔检察官回答说调查张春培无果 所以打算把他当嫌疑人拘留调查 宋议员强调的是调查泰俊 但崔检察官坚持先调查张春培 待结果出来再决定是否调查泰俊 宋议员让他搞点政治秀 但崔检察官回答自己不是搞政治的 是检察官 宋议员说为给崔检察官的东西 他要吃下去 不能吐出来 否则中央地检位置难保 但崔检察官回应到 坏掉的食物不能乱吃 会闹肚子的 必须小心 自己会继续调查泰俊的 这两人说话就非要打谜语 用这种暗戳戳的腔调吗 不就是互相看不对眼放狠话吗 还非要搞得这么云里雾里的 宋议员觉得自己选了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他让人帮忙联系了几个在野党议员 下集中 泰俊和会员 道经坐在车内 泰俊问会员环保法案进度如何 会员回答说 善英和赵议员在一起调查 泰俊下车遇到善英 善英问他罪名洗清没有 泰俊回答催检察官 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善英告诉泰俊 国会这边宋议员的手下有动摇 其中不少人想和赵议员接触 案件想来需要通过国会认证 泰俊又会对此做出什么判断 会不会有人帮助宋议员 在国政调查时 会爆出宋议员和朱镜化学之间的什么关系 而会不会意味着 宋议员的政治生涯会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接着聊拜拜